近期天气炎热 嘉义市区20号白天气温 几乎都在摄氏30度以上 下午最高气温还飙到了 摄氏35.7度 就有两位民众疑似因为 天气太热了 骑车自摔 还好松衣之后都没有大碍 受伤骑士坐在路边 一旁民众协助撑闪 关心骑士伤事 嘉义市20号白天气温 几乎都在摄氏30度以上 下午1点最高温 还来到摄氏35.7度 就有一名69岁机车骑士 在外用餐要返家时 疑似因为天气太热 身体不适而自摔 索性爆炸后没有大碍 那因为刚吃完饭以后 觉得天气太热 刚好体力不支倒地这样子 另外就在同一天 救护人员也接获通报 一名60岁的男子 骑着脚踏车准备返家途中 倒卧在路旁 索性也有热心民众报案 脚踏车的男性骑士 倒卧在人行道上面 那经过我们上前确认 他疑似是因为天气太热 体力不支 经劝说之后 送往卫补部嘉义院 嘉义市消防局提醒民众 近期天气炎热 长时间在户外 容易有中暑或脱水的情形 民众一定要特别注意 记者蔡宠吴嘉义报导